今天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開頭 這邊是有些觀眾 希望我們討論的一集 有關於中國間諜這個氣球 還有美國在各地 擊落了四個UFO OK 飛碟 五角大廈的人都出來說 不排除是外星人的可能 今天這一集對我來說可能是 最沒有營養的一集了 但是通常越沒有營養的 觀看量會越來越多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就藉著這個機會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喜歡沒有營養的主題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是100% 用你這個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真正發展的事情 翻轉這個時代 需要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堅持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按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這個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我們的文化 價值觀被左派侵蝕的話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加入會員之後 你不但可以是直接支持我們的事工 而且你還可以參加我們的 Discord的聊天室裡面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一個 Telegram的聊天室 裡面幾乎都是一堆人在發一些 不怎麼樣的新聞 或者是陰謀論 But it's a free country you're welcome to do that Discord的聊天室 是只有會員才可以加入的 裡面我們會有固定的課程 現在的課程是 如何當一個聖經當中的 男子氣概的男人 那我們三個也會主要在 Discord裡面聊天 因為在裡面都是 絕對支持我們 跟我們有同樣價值觀的人 不然就不會加入我們的會員 因為來看的人很多 但是想要嗆聲 或是刷存在感 然後罵人的人也很多 我們最希望就是 使用我們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彼此認識 萬一現在真的發生什麼 緊急情況的話 至少上面這些人 跟你有絕對同樣的價值觀 你絕對可以一起 跟他們合作 渡過難關 特別是現在 國際寢視這麼不穩定 外面又飛碟 滿天飛的時候 所以請各位加入我們的會員 會員則可以去我們的Discord 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自從這個中國間諜氣球事件之後 很多人私下來問我們說 為什麼不討論中國的這個 間諜氣球呢 我的回答就是 這個東西 我根本就不知道講什麼 而且就算討論了 也什麼都做不了 絕對會跟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一樣 沒完沒了 結果果然沒有錯 上個星期四 美國打下了四個UFO 其中一個被擊落的UFO是長條形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 八角形的 然後呢 現在在全國每個聊天室 全世界都在討論說 這是從中國來的嗎 一定不是 是外星人嗎 外星人真的存在嗎 根據Politico的報導 UFO fever grips Washington 華盛頓DC為了飛碟發燒啦 所以既然這個話題這麼火的話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我對於這個話題的看法 就是 有一樣 像俄亥俄州的超過五十節的火車 星期五的時候 在賓州邊境那邊 脫軌了 根據報導已經流出了 一百萬磅的 Vinyl Chloride 綠乙烯 我不太確定這個字怎麼唸 聽我講可能沒有這麼嚴重 那我們來聽聽看新聞上面說的 是非常有—— 它們想想到的層次 濃烈火 第一次被迫的 這次負責 是最好處理的 是合適的 損賓 沿逼 極重轉 但是 五十節公園 寶藍 比分 風 支撐 怎樣 alternative 複製 除了 中 的 恐 你所看到的火球是超過一公斤的 那又是在一種意義的控制的情況下 WTAE說 船員發生了小小瘋子 2-3公斤大 讓化學物由汽車散開 進入範圍的範圍 有些藍圍的燃燒了 導致的煙燒 你所看到的 Vinyl chloride 是什麼 我其實不是很知道 不過根據報導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化學物質 而且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致癌物質 根據國家醫療圖書館的資料 Vinyl Chloride 只要接觸一百萬之一的量就會有生命危險 One part per million 我不是醫學專家 我們觀眾如果有醫生的話 請幫我們解釋一下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one part per million 然後脫軌翻車了之後 消防員還有當地的鐵軌員工 就使用小型的炸彈促成小型的爆炸 把火車儲存的這些化學物質慢慢的釋放出來 然後會流到這個當地挖的這個壕溝裡面 然後再把它燒掉 導致現在這個很糟糕的情況變得更糟糕 因為燃燒的氯乙烯會製成鹽酸 Hydrochloric acid 變成氣體被釋放在空氣當中 還會有光塵器 Fosgene 那光塵器是什麼呢 如果各位有讀過歷史的話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用過的毒氣 那個時候 那時候戰爭大家互相PO 然後那有什麼帶那個防毒面具的那一個東西 那這應該是很嚴重的新聞吧 對不對 E戰在使用的毒氣 現在在美國賓州 簽署獨立宣言的地方的附近 造成了大量的生物死亡 附近的河流變成毒水 死了好多的魚 生態環境被污染 附近的居民被遷移 而且這些毒氣還要繼續釋放 這樣的新聞 卻沒有任何主流媒體在報導 我們全美國就追著氣球跑 其中一件新聞 NewsNation試圖要報導當時的情況 結果竟然被逮捕了 了 是的 I am allowed to be here Did you not see that man for his whole time You were told to shut it down Go Now Go Now Or you can go to jail Do you want to go to jail for criminal trespassing? Do you want to go to jail for criminal trespassing?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know how quickly our lawyers will get me up?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Just talk outside Just talk outside Just talk outside Out the doors Out the doors Out the doors I'm going to listen I don't care You're going to walk out the door I'm going to listen You're going to walk out the door Do not touch me Do not touch me Sir can we talk outside please I am trying to listen I can talk outside for you And he escalated with me I am doing my job I am discovered by the first amendment Excuse me sir I have the building suburbosers here Please leave There you have it You're going to stand right there You're going to stand outside Or you're going to jail us Let's go Let's go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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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under arrest Oh my god You guys this is bad Stop Oh my god You guys this is bad Stop Stop Oh my god Stop 奇怪喔 所以就算我對中國的這個間諜氣球好像有這麼一點點的興趣 目前世界大戰啊 中國對於美國這個間諜活動啊那些的 我對於UFO是真的一點興趣都沒有 說穿了就是Alien並不存在 但是 Vinyl chloride真的是存在的 但是 我們要討論的東西到底是哪一個 應該是哪一個 外星人存不存在 我知道每個人都有他們的看法 什麼老高啊 豬美啊他們這些Youtuber就是靠這樣子的東西生活的 我知道其實每一個人都很期待外星人是真的 但是我在這邊很不幸的告訴各位一件事情就是 外星人並不存在 那些愛說基督徒都不在乎科學那些人 我必須跟你說 所有外星人存在論 全部都是假設 沒有任何的證據 全部都是類似那種什麼 1984年阿肯薩斯州的一個小鎮上 有一個目擊證人說 都是那樣子的東西 都是目擊證人 OK 外星人沒有任何的實質證據 一個都沒有 沒有任何外來的證據 沒有任何觀察顯示 就連我們現在所有有限的科學發現 科學進步 然後全部都用刪除法來證明 都沒有任何證據說明 外星人是存在的 最常聽到的理由就是 宇宙如此龐大 這句表示說一定有外星人 外星人一定有存在的可能 這個說法在英文叫做 中文翻譯就是 前後不貫連的敘述 或者是不合邏輯的推理 這兩個是完全不相干的 宇宙很龐大 無限大 跟外星人一定存在 是沒有任何關聯的 現在的人會相信 外星人存在的原因 不是因為任何的科學發現 或者是天文學的突破 事實上就是 目前沒有任何 0 0的證據說明外星人存在 一點都沒有 有些人說什麼 宇宙大成這個樣子 如果以統計學來算的話 外星人是絕對有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學過 你讀過統計學的話 你就知道 統計學不會是這樣算的 科學不是這樣運作的 任何東西乘以0 都是0 如果我們可以了解生命是如何產生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了解 外星生物一開始怎麼會產生 或許我們可以說 或許生物真的在地球以外的地方存在 但是我們對於生命的產生 是一點都不了解 教科書上面說的那一堆什麼 地球4500億年前 上面是一堆紅色的湯 然後又是閃電 火山爆發什麼什麼什麼的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有生命了 NO 把石頭放在水裡 然後放在微波爐裡面賺4500億年 我敢保證石頭不會長腳 石頭不會呼吸 所以那種進化論的東西 是真的沒辦法相信 我們沒辦法知道 就是單細胞生物怎麼晃了晃了晃了 就變成多細胞生物了 怎麼就突然長脊椎了 我們連自己的生命都沒辦法了解了 也就是表示說 我們根本不可能證明說 外星的生物是否存在 這一切都只是無神論或是反神論者 他們想要證明信仰跟宗教的錯誤而已 的一個方式而已 他們會說什麼 你們信這些教 你們還相信天使勒 還相信惡魔勒 對 這是真的 事實上就是天使跟惡魔的存在 證據都比外星人的證據 多的多的多的多 值得討論的神機更多 OK 人是怎麼被醫治的 有些人真的就是 癌細胞突然消失 OK 禱告之後 還有喬治亞洲 那個聖經裡面一直出遊的那個 然後還有什麼 有些教會 敬拜到一半 突然有金粉 在上面灑這個樣子 都靈果是不是怎麼形成的 土耳其的諾亞方舟是不是真的 這些我們都可以去調查 我都會很有興趣的看這些東西 有多少是真的 這些證據是滿應該被探討的 無神論者如果想要證明神不存在的話 可以一個一個去debunk那些東西 我就是不想要看到一堆人 在那邊追著外星人跟UFO跑 OK 然後天使跟惡魔的存在證據比較多 因為天使跟惡魔是百分之一百的靈體 OK是靈性的 所以你只要相信這個世界上是有靈魂的話 如果你覺得說人是有靈的話 或是有魂的話 然後如果你相信就是 很多東西是沒有魂的 例如像說什麼植物啊 有某些動物啊 樹啊 然後某些東西是可以有理性的 這個有智慧的魂存在的 如果說對你來講靈魂存在的話 那就表示你應該相信 百分之一百的靈體是可能存在的 純粹物質的東西 例如像說石頭既然存在 OK 那有靈 擁有靈魂體的 靈魂可以存在在一個物質上面 一個物質的身體上面 就像人這個樣子可以存在的話 那純粹的靈存在的可能性 是比外星人高很多很多的 這什麼意思 對不起 因為我也沒聽懂我自己在講什麼東西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的意思呢 其實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 所有東西分成三類 OK 像石頭這樣的話就只有體而已 然後呢 像動物的話就只有體跟魂 然後像人的話就是有靈 有魂有體 然後 這個樣子下來的話就表示說 一定有靈魂這個樣子的東西 所以只有靈存在的這個可能性 是比外星人高很多很多的 這樣這個就是我的意思 後來呢經過又問了一下 我有點明白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就是說這個有靈的活人 滿的街跑 天天都看見人怎麼不相信 為什麼就相信一個從來沒有任何證據的外星人 我被問到很多次 為什麼基督徒不能相信有外星人這類的問題 我常常覺得說是這個問題好像不太需要我回答 就跟什麼基督徒能不能算命 基督徒能不能做瑜伽 這樣子的問題 你就等台灣的那種網紅牧師YouTube做的品就好了 但是我這次來幫大家回答一下 外星人存在與否是一個神學的問題 神創造人創造世界 為什麼我們會腐敗 為什麼我們會有原罪 算了 這東西我在PHC上面講好了 OK 這個是比較神學的問題 不是新聞 但是跟新聞有關的就是 現在新聞在討論的 還有每一個人都在乎的討論的這些外星人 存在的可能性就是零 就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忽略的問題 每一個都是真的 那我也想要問這個支持外星人火星人這些無神論者 當我們太空人採集了這個外太空這個石頭 上面有什麼火星的這個岩石上面有一個凹槽 看起來可能是單細胞生物的化石 或者是什麼火星南北極都是冰 所以也有可能有生命 我在這邊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火星看起來一個單細胞生物的化石的石頭 可以證明火星上面有生命 但是在地球上 一個女人的肚子裡 有心跳 有手 有腳 會動的嬰兒 你會說他們不是生命 可以隨便剁掉 這個是我覺得 是否有外星生物的話題裡面唯一值得討論的 好那我們就來討論這個華盛頓最近很瘋的這個UFO吧 那UFO到底是什麼呢? 根據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美國聯邦航空委員會 我們其實每天都有很多的UFO在我們頭上飛來飛去 其中一個就是上個大新聞就是一個中國的間諜氣球 對不對?然後呢 之後我們擊落了之後 我們就找到了一個中國來的這個氣球 五角大家說了什麼 中國氣球其實來美國好多好多次了 然後呢好久了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在各地發現了更多的UFO OK?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新聞這些媒體 我們 突然就覺得說這些不是中國的間諜氣球了 突然就是一定是外星人了 OK?完蛋啦 外星人要來啦 世界末日啦 人會相信外星人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不想要相信一個 比較有可能 比較正確 證據比較多 而且比較有意義的末日學 就是以前的人基本上就是抬頭看這個末日四騎士什麼時候出來 然後聽聽看有沒有號角聲之類的 然後耶穌踩著雲踩下來 現在的人不知道為什麼覺得自己很聰明 史上沒有任何其他的解釋 現在我們就是在等著這個ET下來 做著UFO 然後呢一到雷射 把這個白宮移為平地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那樣子的末日比較科學 然後我們上個星期六在Montana又找到一個UFO 然後美軍在阿拉斯加擊落了一個圓柱形的飛行體 大概是一台汽車的大小 所以比中國的間諜氣球小很多 我們還是沒有發現外星人 我們可以去拉斯維加斯的什麼 那個Area 51 找但是也找不到外星人 因為就是沒有Aliens 就是沒有外星人 事實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國家有很多的Aliens 這邊我們在說的Aliens 代表是美國每年兩百萬的非法移民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政府選擇忽視那些正在摧毀我們國家的Aliens 我們花了一堆錢 花了一堆時間 花了一堆篇幅去探討 不存在的而且不可能存在的沒有任何證據說他們存在的Aliens 所以那些Aliens對我們的國家也沒有造成什麼問題 很多現在在美國的Aliens 非法移民不是外星人 進入了我們的國家 很多那些人是全身刺青屬於一個叫做MS-13的幫派 但是我們完全忽略這個問題 我們的媒體不在乎那樣子的Aliens 因為我們想要被那些不存在的Aliens 外星人困擾 這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人是很愛被沒有必要的事情干擾的 因為這個樣子的話就可以讓他們專注於一些沒有必要擔心的事情上面 然後這些事情剛好是他們什麼都沒辦法做 什麼都沒辦法改變的東西 我們的確可以對於現在侵入我們國家的Aliens 做一些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沒辦法凝聚足夠的政治力量去做任何東西 這個國家沒辦法合一的抵抗現在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每天被這些沒有用又沒有意義的東西干擾 這些東西就是每個人每個人都必須要面對的試探 Temptation 要不要浪費時間在不必要的事情上面 美國已經設下了第四個在美國上空徘徊的飛行物體了 然後我查了一下 同時有三輛火車脫軌已經造成更多污染了 釋放出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場上面使用的毒氣 第二輛脫軌的火車在South Carolina 第三輛在德州的休斯頓 我們的白宮發言人出來說明 要大家了解 一切都很完美 一切都在他們掌控之中 我只是想要去做任何東西 我們都要去控制這個 從來的黑點 我現在知道有問題 和有問題 但有在地下的操作 有一個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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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知道 我們去做任何人的行動 有一個人的行動 因為我們都要知道 我們有多年的行動 你們可以這樣嗎 那大家看完这一集应该看得出来 就是我这辈子基本上没有相信过外星人 就连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就知道外星人全都是唬烂的 但是 Green Jean-Pierre出来说 没有外星人 大概是我这辈子最怀疑 是不是真的 或许真的有外星人的时刻 不过我今天想要讲什么 浪费了一整集没有意义的话题 这其实是我当基督徒以来 一直都有的疑问 就是基督教有各个教派 常常为了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在那边互相吵 什么点水里啊 进水里啊 那些东西 能不能说方言啊 Ethan穿衣服穿怎么样啊 Ethan头发怎么样啊 能带耳环啊 十一奉献要怎样啊 这个牧师怎样啊 那个教会怎样怎样啊 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必要解决的问题 正在伤害我们的问题 孩子的道德问题 我们学校的学区 OK 儿童性教育 这些是我们能做什么的议题 被关上了政治的标签 然后我们不应该讨论 因为那是属于政治的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 圣经不只是一本神跟我们说的话 神跟我们的关系的书 最主要对我来说 更是一本生活的守则 一个道德的规范 是一个人生的这个目标的攻略 当基督徒的生活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在乎的应该是 如何把自己的人生跟自己的生活圈 变得更符合圣经 最后表示 遇到违背真理的一定要说出来 像说如果说有教会支持堕胎 一定要说出来 如果教会支持统婚 一定要出来指责 但是那种什么 点水里啊 方言啊 那些对我来说 就有点类似在讨论 有没有外星人的感觉 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 而且能不能得救 也不是看那些东西 那各位是怎么看待 这一次美国的飞碟热呢 是怎么看待外星人的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说说你对于今天这个 没什么营养的一集的看法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